所以我曾經在戶外又很嚴熱在工作的時候 不舒服的經驗 什麼經驗 因為我是一個比較沒有安全感的女生 然後我又很怕穿戲服有時候 顏色是比較淺的 像白色 然後你在外面 因為我的確看過有女生不小心露出來 有 這一定有 很尷尬 然後我就很怕自己會有這種經驗 所以我曾經在戶外又很嚴熱在工作的時候 我長時間使用的是比較厚的貼身用品 衛生棉 有一點點像尿布的那種 是比較大片那種嗎 非常大 常附用的那種 對 因為我很怕會有尷尬的時刻 但沒想到也因為這樣 害我就是有一點 就是回到家之後 用過幾天回到家之後才發現 自己有一點像嬰兒屁股 有一點濕疹的狀況 然後我又另外去買了那個爽生粉 後來發現是不可以這樣 因為這樣對皮膚很不好 很不好 而且非常的不透氣 但我們的新人翠是透氣 而且是涼感 舒服的新產品 然後它非常的薄 重點是 我一開始打開的時候 我有點嚇到 怎麼說 因為它的涼或它的氣味是 撲鼻而來的 對 沖上來的 它的涼不是普通的涼 對 是薄荷的涼 有一種很像 你知道有時候人就是 年紀大一點的人 就會要提神 不是會塞薄荷棒嗎 對 那個薄荷棒 草本啊 對 你把它打開的時候 它就有一點好像薄荷棒 使用 就是哇 那個涼是 衝上來 你感受得到的 沒錯 就是真的讓你會 在哪個薄荷棒 還要分開 那些先天 我會打開